因为我亲眼看过你跳楼 是你亲口跟我说 夺舍这件事 我希望你叫我夺舍 眼前这个下半身瘫痪的男人 竟想要通过夺舍的邪术 得到一副新的躯体 而法师华姐听后却并不愿意出手相助 于是阿伟便开始不断自残 甚至还要以跳楼相逼 因此无奈的华姐只能被迫答应 但倘若想要让灵魂转世投胎 就必须从幼儿开始重新来过 并且会得失所有的记忆 如果想要避免这种惨痛的结果 就必须找到一个植物人作为目标 并将灵魂复到他的身上 阿伟听后瞬间想起了昏迷中的那个劫匪 可抢占他人的身体多少有些不道德 于是阿伟先是尝试与劫匪的潜意识沟通 并且还在劫匪的病床前发誓 说是只要他肯借给自己身体一用 那么事后就一定会为其报仇血汗 而昏迷中的劫匪听到如此要求后 下一秒竞争地产生了反应 接着指剑面前的心电图随即开始不动 这也就表明劫匪欣然答应了他 我如果能够借你的壳来用的话 相信我 我一定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 于是第二天夜晚的十二点 阿伟先是与女友做了深情的告别后 便立刻开着车子冲下万米悬崖 并且同一时间 劫匪也被医生宣告死亡 这样一来阿伟成功完成了夺舍 也将自己的灵魂附在了劫匪的身上 而当阿伟以全新的面貌醒来时 众人无不感到惊讶 甚至还以为出现了医学奇迹 真的成功吧 可和劫匪互换了灵魂的阿伟 却对劫匪的家人十分陌生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怀疑 因为毕竟他已经昏迷了好几个月 所以脑子不清醒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如今虽然劫匪的身体又老又丑 但好在身上的功能基本正常 就这样几天后 附身在劫匪身体的阿伟顺利出院 并且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 还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途中他又遇见了当初的女友 于是等到众人离开后 阿伟赶忙向女友表明了真实的身份 但就在他想要和女友打游戏时 由于阿伟现在变成了中年游泥打输 所以使得女友根本下不去罪 因此女友便让阿伟重新追求自己 而一时间失去女友的阿伟很是苦恼 便随即再次找到了法师华姐求助 而华姐见她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就建议她尝试融入到劫匪的世界当中 于是按照华姐的叮嘱 阿伟根据地址来到了劫匪的家里 可当她一进门 就正好发现劫匪的小妹 正准备跳窝自杀 因此凭借着自己前世瘫痪的经验 阿伟还真的成功吓唬住了妹妹 但让妹妹难以置信的是 之前说话向来结巴的哥哥 如今却如同变了一个人 甚至当妹妹的前男友上门找麻烦时 平日里微微诺诺的哥哥 却变得十分霸道 更是三言两语便下跑了前男友 就这样阿伟渐渐适应了劫匪的生活 可当初杀害劫匪的丧彪 突然找上了门 而且她也对劫匪的言行拒之产生很大的怀疑 没事 有些东西要给你 拿来 这么多怎么给你 什么东西这么多